这个就是我想给大家的灵丹妙绕了 就好像你买了一个债券 你不断的收到它的这个利息 那你迟早会从你的利息身上 收回你的成本的吗 对不对 因此也造就了我们大马股市里面了 派息水平高于区域股市的一个特殊的现象 哈喽各位同学你们好 欢迎回到陈建老师的频道 本期的视频呢 我们也继续一下一些股票投资的基本教学 对于投资新手们来讲呢 会很有帮助 因为之前我们一条视频啊 就是云顶跟Puppy Bank 我们应该怎么去筛选这个对比的思考方法呢 很多的投资新手或者刚刚接触股市的朋友们呢 给了不少的好评在我们的YouTube视频里面 那陈建老师备受这个鼓舞啊 所以呢继续给大家呢 制作这种属于入门级教学的视频 希望同学们呢你们会多点点赞呢 还有订阅陈建老师的频道 那么我们会继续努力为大家产出这个内容的 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东西 虽然对我来讲是一个入门级的教学啊 但是对很多投资者来讲呢 今天我们讲的这个话题呢 是非常非常重要是你们股票投资生涯的一个必经之路来的哦 其实有一次在我的直播的时候 有一位网友呢就问过我一个问题 陈建老师你有什么灵丹妙药 可以让我们在面对股价下跌的时候 不那么害怕情绪不受股价所牵动的这么的厉害呢 无论我们这个对于我买的股票多么的有信心啊 股价一掉下来的时候啊 再所难免你都一定会感觉不舒服的 喂我账面亏损哦对吗 我之前有利润的现在建材化水哦你说怎么办 说当时候呢我是有比较粗略的回答这个问题 但是我觉得今天就可以跟大家详细讲一讲 不过当然我们要进一步的讨论这个问题呢 我们先要给大家知道 我们这个讨论以及我等一下告诉大家的这个解药 它是有一个前提条件的 就是你不可以用这个方法放在那种烂公司身上 如果你看到烂公司啊股价下跌的话 你应该害怕你应该尽快离开 我们现在讲的如果我看到股票下跌 有什么方式可以令到我自己比较冷静的理性的去看待 甚至是不是去考虑值得秤低再买入 那同学们我不卖官职 我直接给大家看一个例子 大马股市里面的上市公司9296RCE Cap so这个公司是做从事这个主要的公务员贷款吗 它是一个有license的alone了 我现在将这个股价时间回到2020年 3月18号MCO1.0宣布的时候 当初的股价是从1块70多cent 跌到1块20多1块30多这个水平的 那同学们如果你投资的公司 两个星期左右股价跌了几十percent 你说不怕都是骗人的啦对不对 不过如果我给你看到这一个东西 你又会怎么想呢 在刚刚过去的12个月里面 RCE Cap这公司一共给出了三角钱的股息啊 它的股息一共是三角意味着你当时候 在这个1块半的位置买入的话 你刚刚过去的一年就收到了30cent 30cent除以你买入的成本 当时候1块半是20%啊 诶不单只是这样子啊 同学们我将过去这三年 RCE Cap的股价走势给大家展示出来 我们还看到啊 他其实在2022年的1月份 还给过一个bonus issue 19对21也就是大概一对一的bonus issue 那也就说你当初持有的股票数量啊 他还翻了一倍哦 你的持股数量乘以2的话 也就说其实你收到的30cent再乘以2哦 收了两个股票的30cent哦 你的dividend其实是可以去到40%啊 对于你当时候 如果买入在1块半这个位置的话 如果你知道 之后原来有这么丰厚的股息在等待着你的时候 那个之前2020年掉下去的位置 你就不是在那边紧张啊 考虑要不要cut loss啊 反而你是180度的逆转思考 在2020年的那个位置 我应不应该趁他disk的时候啊 睡下去 那同学们 这个就是我想给大家的铃铛妙绕了 看到股价下跌的时候 人人都会害怕 但是 对于 Rose的高派息的股票 这种掉下去的位置 其实是可以激发我们啊 懂得从股息角度思考的投资者啊 去看到他更多的价值的哦 so这一点呢 其实我以前在YouTube这边呢还有我的Facebook直播呢是有跟大家介绍过的 这种叫做债券的思维就好像你买了一个债券 你不断的收到他的这个利息 那你迟早会从你的利息身上收回你的成本的嘛对不对 所以你的利息越高你的回本速度就越快 那自然我们看到他掉下来的价格的时候你就能够联想到哇 我的股息可能会越来越高 我的回本时间会越来越高 那当然这种讲法呢 比较blay man 我们普通人的理解不了 我发现啊 那我们如果从什么角度 没买股票的人都可以理解呢 啊我后来想到了就跟大家打个比方 买房子去收租的时候 其实就是一模一样的道理 那你看啊好像你们投资过房地产的人 如果你的房产是买来租出去的 那一般情况底下 你看到你的房价哎呀跌下去啊 你都不会有什么RAS 因为你都不打算短期里面卖掉的 你是打算用这个房产来帮你产生租金收入 被动收入的嘛对不对 so as long as这个租金收入在那边的话 很可能啊 你连那个房价现在升还是跌 你都懒得去查 那我们再回来 我知道同学们一定会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 老师我怎么知道这公司以后还会派dividend 而且还可以越派越多呢 其实有几个关键的要素的 第一就是这个公司过去有没有稳定的派息记录 稳定的派息记录通常是建立在稳定的盈利记录之上的 比如这个公司 UCHITEC 7100也是我们马股里面啊 著名的高股息的上市公司啊 所以我们check回他过去10年的这个盈利记录 Net profit过去10年从来没有亏过钱 而且稳步增长 你再看他过去15年同样的非常稳健的盈利表现 and下面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的派息记录了 他的dividend per share dps 当我们可以从过去的记录里面看到 这公司盈利稳定 而且派息记录稳定的话 那自然他在未来能够维持派息的这个把握 会比我们乱乱买一个公司来的高 而且高很多 然后如果你还可以加上这个东西 他每年派息的那个大方程度是多少 那我知道很多人呢可能会以这个dividend u来计算 在这边呢我要告诉大家 还有一个比dividend u更加重要的 而且是很多基金经理会看的 那个叫做dividend payout ratio 派息的比例 公司每一年的dividend per share每股派息 over他的这个earning per share每股盈利再乘以100% 就可以算出这一个叫做dividend payout ratio 你看啊这边过去五年啊 这个uGitech这个上市公司啊 他的派息是90%以上 甚至2022年呢还突破了100% 也就说公司全年赚的利润的90% 这个通常指的是税后的利润 那注意一下因为uGitech这公司之前呢 他是享受非常非常高的免税的这个待遇的 但是2022年去年啊 他们这个免税地位pioneer status呢 就仅剩下一部分的产品可以享受得到 所以呢整个财政年度呢 他们的税收呢是高了不少的 所以同学们我们在这边举例子 并不是教大家做任何的买卖决策啊 这个是一个案例的讲解 告诉大家应该去怎么思考 我们再看啊 90%的payout过去5年 这个公司都在奉行着的一个派息比例 那既然他过去5年都是这么的大方 赚100块 90块以上的分给股东 那么股东们就很自然的会expect 你接下来每一年呢 都会维持相对应的这个比例的 说这个dividend payout ratio 对于我们看到一些股价下跌的好公司 我们去猜他对这里是要去猜他 未来会不会继续维持这个高派息 令到你们可以获得比你的银行定期存款啊 可能3%4%的银行定期存款高一倍 甚至未来你的dividend又可以超过10% 这个派息比例呢是非常需要参考的 那如果有些公司将这个派息的比例写进他的公司章程里面呢 这个叫做dividend policy派息政策 有些公司他们没有black and white的写下来 有些公司呢是有写下来的 and如果你遇到那些有写下来的公司 就好像这一个例子这样子 我们刚刚提到过的那个公司 RCE Capital Berhad 其实在今年的5月份啊 这公司就宣布了一个大大的惊喜给他的股东们 他将他的dividend policy呢 提升到60%到80% 这个比例我没记错的话 之前好像是40% 如果现在提高到60%到80% 其实意味着公司未来的派息可能会增加50%到100% 那这个东西如果我们从这个买房产收租的角度 包租公包租婆的角度怎么去理解啊 就是你的租客帮你加租了 而且一加租就加50%或者你的租金直接翻倍 你高不高兴啊 没开眼消了简直对吗 so 这边就提到了 我们如果是收租的包租公或者包租婆 最喜欢就看到租金上升的了 那对于高派息的公司来讲 其中一个过去他的记录稳健 而且他的dividend payout 直接调高的话 就是一种加租的形式 那另外一种还有另外一种的啊 给你加租金的形式怎么呢 就是这个公司如果follow这个派息的比例 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RCE Cap过去10年的净利润变化的趋势 从一年赚1200万到现在一年赚13300万 这个是利润增长的10倍 而这个公司的每股派息也在同步上升 所以如果你投资到的那个公司利润一直增加 管理层也愿意跟着利润的增加 而将派出来的股息跟着提升上去的话 那其实啊如果你的公司每年的利润都上升 根据赦登比例派给你的股息又增加的话 哇你年年租金都增加这样子的property 这样子的房产你肯定不会放手对吗 那再换回来如果这样子的公司它的股价下跌 那对股东来讲你应该是害怕还是应该 哇秤低可以买更加多呢 那你看这一个就是我们从只看价钱 跟更换成为我来收租的这个思维 对我们看整个股价波动的这件事情的理解啊 可以完全不一样 这个看似简单的动作 但是很多人呢被股价一升或者一跌 就已经直接绑住了 他就没有办法去思考这个东西 又或者很多朋友在选股票的时候 一开始他根本就没有考虑过 dividend的这个回酬的 他只是猜哎这股价升我就买跌我就不要 那在我们这个讨论里面呢 其实我要告诉大家 在马来西亚股市里面呢 其实蛮多的上市公司呢派息是比较大方的 因为大马股市里面呢 我们的经济规模比较有限 很多公司赚了钱之后呢 他不打算向国外拓展 马来西亚市场又比较饱和 他们一直赚钱 那么最后会将这些retained profit呢 分给股东 以派息的方式呢 来将这些企业的盈利呢 reward给shareholders 而马来西亚的这个dividend income呢 是不需要报税的 因为已经抽了一次corporate tax 所以我们个人的所得税呢 你收到dividend的时候呢 你就不需要再另外申报 所以对于这个上市公司原本的大股东 老板们来讲啊分dividend 他们自己又是大股东 可以拿到最多 而且是不用报税的这个收入 他们其实也是非常乐意这样子做的 因此也造就了我们大马股市里面啊 派息水平高于区域股市的一个特殊的现象 这个可以说是投资马股的一个很主要的优点来的 我们大马股市的环境呢 是属于dividend investor friendly的环境来的 and同学们 如果你们能够从回本的这个角度去理解 股息回酬的意义 就如果你买这个股票 你花了一块钱per share去买它 它每年给你一脚钱的dividend 那么你每年收回一脚钱 收够十年 你其实就收回了一块钱嘛 这个其实就是回本了了 我现在将我的房子放租出去 然后租金 每一年的给我的租金 将整个房子的成本都收回来了 这个房子我急着卖吗 如果它可以继续为我创造租金收入的话 我根本不必要去卖它 我反而用这个房子创造出来的现金流 去供我下一间房子 去买我下一个房子 然后再重复将它培养成为一只能够生金蛋的母鸡 不断给我创造租金收入 这样子我的被动收入的来源就会越来越多 从一间房子变三间房子变五间房子 最后你就可以靠你的被动收入租金收入 或者我们在这边讲到的股息收入 来达成初步的财务自主状态了 其实我们马来西亚华人对于这种买物业来收租的 这种创造财富的concept一点都不陌生 我们的爸爸妈妈我们的爷爷奶奶的那一祖辈 早就开始这样子做了 只是现在房子的价格越来越高了 入场成本越来越高了 我们不是这么容易走这条路 ok 但是在股票市场里面呢 其实优秀的公司它的派息 也可以帮我们创造类似的效果的 and在大马股市里面啊 高于5% 6%的dividend stock啊 就大有公司在 而我们在吉隆坡龙雪地区一带 你要买一间一百万的房地产 每年能够租到五六十千的租金回来 也就说每个月你要有四五千的这个租金啊 也不是那么容易对不对 而且租金收入 suppose我们要交income tax的 所以希望看到我这个视频的同学们呢 可以尝试一下换个角度去理解 在股票市场去创造股息收入这一个游戏 那你就会对股价下跌的那些优质的企业 你就反而去看它未来的股息 会不会就是你想要的被动收入 从而你分分钟可能找到秤低买入的好对象的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视频的分享重点呢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同学们如果你们对在大马股市里面 要找到这种高派系的公司 加上有成长能力的股票 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点击我们视频下方的链接呢 我们有另外的两个小时的免费网上说明会 跟大家讲大马股市里面的散户投资者 可以用什么样的策略去将这些股票找出来 位置有限 记得提早报名哦 点击我们视频下方的链接 我们到时候慢慢再聊 我们本期的视频就到这边了 谢谢同学们你们的收看 下次再见 拜拜